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从新开始学习一个专业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挑战 像有些报表 有些数据 有些就是现场去测试检修啊 这些就从来没有结束过 所以我是慢慢的开始学到现在 自从我加入布塔电站以后 在我们站长的安排下 由这个业务能力比较强的同事来当我的师傅 师傅从安全技术两个方面由浅如深地开始教我 经过师傅的教导和实战培训 愿违巡检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现在我主要从事的就是安全生产工作嘛 负责电站的一些日常的值班尖盘 同时我也在学习这个电力安规知识 我也是从一个懵懂的新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院位工程师 在为电站的安全平稳运行发光发热 对于我们县来说 这座电站就像是一座灯塔 指引着我们发展的方向 以前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靠着种小麦 青稞或者打零工收入不是很稳定 现在有了电站 靠着太阳就能挣钱了 也实现了我们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像我的收入的话 确实比之前有提高 然后休息了也可以带父母去旅游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了物质上 更是体现在了我们生活质量上 我们电站时复品电站 我们在不限电的情况下 我们年均发电量是4000万千瓦时 按照当前复品电价 年均利税是1023万元 全部收益的可分配力 仍用于卡线精准复品工作 复品周期是20年 富塔电站的稳定供电 如同为村里的经济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现在卡线旅游比较火爆 民俗村农家乐也比较多 富塔电站的这个稳定供电 游客朋友们到塔线来 也会有更好的体验感 光伏电站作为清洁能源 它依靠着太阳能发电 给千家万户送去了光明和温暖 塔线的光组员又非常的丰富 光伏电不仅带来的经济效益 还具有良好的环保效益 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贡献 能为家乡新能源发展贡献我的力量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们现在不光是离太阳最近的人 也是追着太阳走的人